我是我的敌人 我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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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鬼灭镇小剧场 上一集鬼杀队的男孩子们基本上都换了女装 今天我们接着看 各位男性住们都在自己女友的亲手打造下 完成了女装打扮 拭目一久的比赛也终于快要开始了 赛前一勇率先来到了休息去等待 爱面子的一勇内心很不情愿 因为他怕熟人看到自己这副样子 可惜怕善来啥 一声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这个气味是福冈先生 本就紧张的义勇被叫到名字 吓了一大跳 在原地瑟瑟发抖 背对着探只狼的义勇黑着脸 喊出不停往挨冒 心想 随花也在情况出现了 不想被相识的人看到我 尤其是探只狼 太热情了他 三十六计走为上级 义勇心里寻思着 趁他还会过来之前撤退才行 不料探只狼几个剑步 已经走到了一勇的面前 并扎起了大招呼 果然是福冈先生 差点认不出 慌乱之中 一勇竟还试图假扮自己姐姐 来否认自己是一勇本人 我才不是福冈 师兄这是把探只狼当傻子呀 是个人都认得出他好吧 画面一转 几个刀光剑影飞速而过 原来是猎鱼一手提着一个包裹 送急速外卖呢 嘴里还大喊着好吃 不得不说 连预知速度 必能向外卖按时送到 肯定是个合格的外卖小哥 五星好评势在必得呀 来到一勇这边 本来一勇就应要如何 躲避探只狼而苦恼呢 现在好了 又出现了一只猪和善意 让本就不顺的一勇雪上加霜 探只狼还在不停地献殷勤 赞美一勇 哇 这身和服打扮很漂亮呀 一边的善意和一只猪 也不知是嫉妒义勇的美貌 还是受不了探只狼这个马屁精 两人一对无欲脸 善意都要忍不住喷了一口水 这时 运勇披到角落里 有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原来是人 这一手无知嘴笑 一手自豪地收起大拇指 小声嘀咕道 真是我欢迎 这记者的运勇 看到人一副看戏的样子 心里暗想 不会放过你的 按照师兄的本性 这笔账他是一定会还到人身上的 至于是用什么方式 那就让我们一起当着瞧吧 被发现的人从暗处走了出来 一用一副生气的样子走进人 嘴里嘟囔着 蝴蝶 我开始讨厌你了 人好像早就预料到 他会这样说 嬉皮笑脸的回应道 好了 我才没有被讨厌哦 对人的最高界限 莫过于以牙还牙了吧 人竟然用义勇的口头禅来对义勇 并乘上追击 用手指上拉用的嘴角 强行令他露出笑容 傅刚先生难得变成女孩子 要多些笑容哦 用鞋子的状态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任由人玩弄 师兄真是太可怜了 夜幕降临明月当空 御士郎隆重地宣布 时间到 第一季选美比赛正式开始 主持人会由我和朱氏的人担当 其实 还好理智的御士郎 在怀要出口那一刹那 杀入了车 剩下的话都压低了音量 小声嘀咕着 是谁胜出我不感兴趣 因为朱氏大人才是最美丽 其实声音不大 但朱氏还是听到了 红着脸乡御士郎说 御士郎 虽然被你称赞是很开心 但我不是参赛者 请人眼中出席时 御士郎是随时随地 都能找到夸朱氏的机会 竟然特意不参赛 给其他人机会 多么的谦让 果然主持的人是最美丽的 还好御士郎很快 还是回到正经上来了 只见他一本正经的说 事不宜时 有请今晚的嘉宾 袁依 你觉得哪一位会有机会胜出 御士郎想让袁依做个评价 不料袁依给出的答案 有明显的私心 不用说 当然是我的哥哥 他可是比诸事还美 被挑衅的御士郎 立马用充满敌力的眼神 看向袁依 袁依丝丝毫不识弱 两人的目光交织 插住电光火石 很快火药味就散发出来 御士郎恶恶恶地威胁袁依 再说一次 袁依可是丝毫不胆怯 毫不犹豫地回答 哥哥是最美丽 终于 御士郎还是失控了 暴跳如雷大喉道 发你个梦 诸事大人才是 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上一遍的诸事 很是尴尬 只见他羞红着脸 低声说 不要再说了 袁依也不试着 便指向身后的哥哥 便反驳 鬼话连天 哥哥才是 全世界最美丽的 黑思慕一脸无奈地喝道 够了 此时的诸事大人和黑思慕 简直尴尬地要抠脚趾呀 不知过了多久 袁依和御士郎 终于恢复了瓶颈 御士郎也开始继续工作 宣布道 事不宜迟 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 善子 被突然点名的善意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愣在了原地 等观众的视线 全都看向自己 善意就更轻张了 心中暗道 为什么我是第一位出场 我才忍不住好奇心 想知快乐 为何看到善意 会反应那么大 别一人不解地问 那个黄猫小子 你熟人吗 快乐脸上再也挂不住了 此时点 善意颤夺着回答 那个软弱无能 善意 难道他是羡慕 善意能穿漂亮的女装 自己感觉被超前吗 第一轮表演形式 是舞蹈 随着爆目善意响起 善意震震微微地走进来 此时的善意 眼圈含泪 忧心忡忡 怎么办 我不能舞蹈呀 不过幸好 善意只顾着紧张 并没有留意到 快乐存在 不然这两个人 一定会让大家不得安宁 好啦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鬼灭之人 小剧场的 记得订阅点赞哦 下一期我们接着分享 我们下期待